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在这一集里,我们将聚焦于当前全球面临的复杂挑战 尤其是民主制度如何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及北韩等国家的威胁 这些国家的共通点在于他们都试图削弱西方的影响力 利用民族主义与混乱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 然而,西方国家在应对这些新型敌人时 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因为这不仅仅是单一意识形态的对抗 而是一场多元化的外交难题 我们还将深入探讨俄罗斯反对派内部的分裂 尤其是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反贪腐基金会所引发的内部争议 这一切都在克里姆林宫的阴影下发生 将反对派的未来推向了更大的风险 最后,我们会触及到人工智慧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影响 这将是我们面对假资讯及政治迷因的新战场 虽然专家们对黑爱可能带来的威胁感到担忧 但目前的情况却是更加荒谬的迷因充斥着社交媒体 这不仅影响了选民的判断 也让政治辩论面临新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发表在每日电讯报 Telegraph详细探讨了当前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复杂国际挑战 以及他们在制定一致外交政策时遇到的困境 文章主旨在于分析西方国家如何应对一种新的 务实的邪恶轴心 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充满矛盾 首先文章指出在冷战时期 西方的敌人是一个基于意识形态的强大集团 而如今的敌人则更为模糊和分散 现在的冲突不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 而是由无序的民族主义和混乱组成的 西方国家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对手 而是一个由不同理念和原则组成的反西方联盟 这些成员国之间的联系 几乎是出于机会主义 使得局势更加复杂 文章接着分析了这一联盟中的主要国家 首先是俄罗斯 随着共产主义解体 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 正在重塑一种基于神话历史的中世纪民族感 这种虚构的历史 被用来为俄罗斯的军事侵略辩护 使其对国家身份和战争动机的理解 回到了前现代时代 然后是中国 尽管中国自称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者 但与就苏联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同 如今的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着活跃的角色 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竞争 而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政策 则让这些国家难以偿还 因而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 然而习近平并不希望这些国家 变成共产主义的信徒 而是希望收购并剥削他们的资源 中国的这种行为 依赖于奴工和知识产权的盗窃 同时允许新兴的资产阶级 积累私人财富 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这更接近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 在意图和前景上存在明显差异 但他们却因共同的目标 削弱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 而被认为是盟友 虽然他们各自政策中的矛盾 和不相容性暂时被掩盖 但西方的防御和外交政策 必须长期优先考虑揭露 和利用这些不相容性 然而目前西方国家 为了避免让中国主导市场 和应对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 推迟了这一战略挑战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伊朗政权 这个政权的存在 几乎无法用中世纪来形容 当前伊朗的残酷镇压 和病态的艳女主义 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记录 对女性的压制 不仅仅是男性主导的结果 也在可兰金的教义中 没有任何正当性 伊朗在对西方的精神战中 也全力支持俄罗斯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 与普京重塑基督教 古老俄罗斯的使命 产生了矛盾 最后文章提到北韩 这个国家因中国的保护 而继续存在 并通过为大国提供军火 而变得有用 北韩几乎完全放弃了 任何可识别的 马克思主义原则 成了一个专制家庭的工具 这种世袭的绝对权力模式 在发达国家中 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但由于历史的偶然性 它依然存活 在制定应对这些 矛盾威胁的外交政策方面 文章指出 应该体现自由理念的国家 美国正面临内部分裂的危机 美国现在面临着 将总统职务 交给一位幼稚的 自恋者的现实可能性 而这样的言论 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削弱民主的方式 不是与之辩论 而是拒绝辩论 这正是民主所 无法应对的挑战 接下来的文章 来自伍德罗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rdrope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探讨了俄罗斯反对派 在克里姆林宫阴影下的挣扎 莫斯科发动 对乌克兰的全面 入侵两年半以来 俄罗斯的独立政治 和媒体社群 面临严峻危机 反对派内部分歧加剧 阿列克谢 纳瓦尔尼的反贪腐基金会 ACF指控另一位反对派人物 列昂尼德·涅夫兹林 策划了对纳瓦尔尼合伙人 列昂尼德·沃尔科夫的袭击 ACF的指控 基于一批从消息应用程序中 获取的通信记录 显示涅夫兹林指使助手组织 对沃尔科夫的袭击 目的在于迫使沃尔科夫 回到俄罗斯 面临不可避免的逮捕 据报道 这位助手在波兰被拘留 ACF邀请了调查记者 来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这些记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即这些交流属于涅夫兹林 反对派内部分裂严重 一些人呼吁进行全面调查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ACF在抹黑竞争对手 涅夫兹林认为这是 在莫斯科策划的虚假泄漏 涅夫兹林与前寡头米哈伊尔 或多尔科夫斯基密切合作 尽管具体参与尚未得到证实 ACF现任负责人马利亚 佩夫奇克认为 涅夫兹林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 商业联系依然存在 暗示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欧洲政治家对这一事件表示关注 认为这是普京安全部设计的陷阱 目的是打击反对派 涅夫兹林的通信 可能被黑客入侵并篡改 虽然他可能情绪激动发出威胁 但从未对任何人造成实际伤害 CF决定创造一场丑闻而 不是报警这一行为也引发了质疑 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 纳乌塞达表示将继续支持反对派 并仔细考虑所有指控 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 反对派缺乏明确的领导者 普京仍然处于强势地位 但独立记者和活动家不应放弃努力 最后一篇文章来自ABC新闻 探讨了人工智慧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作用 尽管专家们曾担心 AI生成的深度伪造视频会混淆选民 但迄今为止 选民们看到的多是更加荒谬的图像 如特朗普骑猫或哈里斯戴胡子的形象 尽管这些图像看似幽默 但他们也可能传播虚假信息和种族主义政治信息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频繁使用 AI生成的图像 而民主党对手则较少使用 AI生成工具的速度和可及性 使得创造荒唐政治内容变得容易 这些内容能驱动点击和关注 尽管有些图像是卡通化和愚蠢的 但他们延续了对某些社区的有害阴谋论 造成了炸弹威胁和撤离事件 生成式AI工具 使得虚假信息传播更快 更具说服力 成为竞选活动回应在线趋势 和强调信息的便捷方式 总结而言 当前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复杂国际挑战 俄罗斯反对派的内部分裂 以及人工智慧 在总统选举中的影响 都是需要严肃对待的现实问题 只有通过精细的分析和策略 才能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 维护民主与自由的价值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 让我们来分析和评论这三篇文章吧 首先 我们先来聊聊 Telegraph的那篇 民主无法应对这个新的务实邪恶肘心 这篇文章探讨了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复杂局势 特别是西方国家如何面对来自俄罗斯 中国 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挑战 文章指出 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反西方联盟 这让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困难 相较于冷战时期的明确敌对阵营 现在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更加混乱和难以预测 文章提到 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 基于虚构的历史故事进行领土扩张 中国则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全球市场上竞争 同时通过贷款政策控制发展中国家 伊朗政权则以极端的宗教极权主义和对女性的压制著称 北韩则靠中国的保护和卖军火维持生存 这些国家虽然在意图和政策上存在差异 但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削弱西方的影响力 这篇文章指出西方国家的防御和外交政策应该着重揭露和利用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 然而,现实情况是,西方国家因为自身利益而推迟了这一挑战 这种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揭示了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两难局面 一方面要应对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内部经济和政治的稳定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文章 俄罗斯反对派在指控和克里姆林宫阴影下挣扎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反对派内部的指控和分裂 特别是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反贪腐基金会ACF 指控另一位反对派人物列昂尼德、涅夫兹林策划了对纳瓦尔尼合伙人的袭击 这一指控引发了反对派内部的激烈争论 有些人认为这是ACF试图抹黑竞争对手的行为 文章指出,这些通信记录是俄罗斯安全机构及多位反对派人物的联系中介提供的 这使得整个事件更加复杂和难以判断 ACF的决定公开这些指控导致反对派内部的分裂 这也让克里姆林工有机会见逢插针,进一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 这篇文章的评论指出,这种内部的分裂和指控 无疑让普京政权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反对派内部的不信任和矛盾 让他们在对抗普京政权时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反对派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时应该更加谨慎 以免落入克里姆林工的圈套 最后来聊聊ABC News的报道 人工智慧正在塑造2024年总统选举 但并非专家所担心的那样 这篇文章探讨了生成是AI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影响 专家们曾经担心AI生成的深度伪造影片会充斥社交媒体 让选民无法分辨真假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更加滑稽和卡通化的AI生成图片 这些图片有时甚至荒谬到让人无法当真 文章指出,这些AI生成的图片和迷因 虽然看似搞笑,但也可能带来问题 它们成为传播虚假信息和种族主义叙事的工具 特别是当有政治人物和支持者利用这些内容时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频繁使用AI生成的图片 目的是延续某些政治叙事或阴谋论 这篇文章的评论指出 AI虽然带来了资讯传递的便利 但同时也让虚假信息更快、更广泛地传播 这提醒我们,无论AI技术如何发展 选民和公众都需要保持警惕 学会分辨真伪,并且不轻易被误导 总结来说,这三篇文章分别从国际政治 内部反对派分裂和AI技术对选举的影响三个不同角度 揭示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博弈 内部政治的斗争还是科技对社会的影响 都提醒我们需要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